所以那時候以學者去擔任這個處長 就對台灣的水利建設提供非常多前瞻性的思考 那當然除了那個之外最近最有名的 其實是他這個擔任台北縣副縣長的期間 其實你現在看到很多台北縣重大的這個都市建設 其實都是李教授他是後面是推手 那除了專業上的貢獻之外 我們上次帶那個瑞典農德大學教授 去北縣訪問的時候 那北縣的一些人員跟我們講 其實李教授其實是親自到一縣 去做民眾溝通最重要的這個人 所以很多大的建設其實不僅是在設計 其實跟民眾的互動和溝通 是也很大一大的這個關鍵 所以像中長大牌從民眾一開始很反對 到現在其實支持度非常高 那這個案例其實有可能變成台北 京北市的清新川 會變成應該是世界上 有可能是滿重要的這個案例 所以李老師邀請他之後 他給我一個很大的題目 叫全球氣候變化的調適策略 但是我就給他加了一個副標題 就是今天問都市發展的挑戰 因為這個是我最想聽的 那我想我們這門課的同學也很想了解 好 那我就把麥克風交給李老師 那請他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在座的很多老師 還有我們的老朋友 張教授 還有各位同學 今天很高興到地底戲來 跟各位談一談 其實我在座的東西 跟土木戲已經不太有什麼關係了 我們土木戲的一般的老師 也不太搞得清楚我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今天跟你們談一談 因應氣候變遷 前面我很快跳過去了 因為剛剛 因為各位也不是第一天知道什麼叫氣候變遷 不過還是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這個 事實上因為氣候變了 當然你們也 大家也注意到說 其實有很多的專家有不同的意見 到底氣候是不是真的變了 我常常碰到你們理學院的老師 你們每次講說 我們一看都看200萬年 你們公務學院只看了100年 實在怎麼就學會好 所以從200萬年的這個觀點來講 到底氣候沒有變 不知道 但是從我們水利工程師的觀點來講 氣候是真的變了 那你氣候變了以後呢 氣候變了以後呢 其實我們整個的這個都市的概念 我們所有的東西的概念都要改變 所以我prefer就是說 從一個比較整體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因為你不從一個整體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光看個案來看不清楚 在未來20年 你們可能知道地球人口還會再增加 我們糧食還需要再增加 但是呢 我們只能用10%的水 因為我們未來不是旱災就是水災 但是我們台大現在呢 全校沒有一個系在開一門課 叫做灌溉與排水 所以未來懂灌溉與排水的人呢 幾乎都沒有 所以下面的很多東西呢 譬如說貧窮、金融衝突 金融風暴、國際衝突等等 這都是我們未來20年 我們所必須要面對的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地球是一個很大的水的循環 在這樣一個循環裡面呢 你只要稍微有一個環節 的Balance出了問題呢 我們就會出現所謂的 旱災、所謂的水災、所謂的土石流 所以這整個的 這個我們地球的水資源呢 事實上只有2.53% 在全世界62億的人口裡面呢 有12億的人沒有安全的營用水 有24億的人沒有衛生下水道 大家認為說今天水打開 我們就會有水 事實上很多老師跟我一樣年紀的老師呢 我們小時候要用水的話 要到井裡去挑的 不是說你打開水的話 我們就會有水 這個也不過就是3、4、4年前的事情 我記得2002年 我在荷蘭當客座教授的時候呢 我一個好朋友要去加納去出差 加納算是西非一個還算漫無名的國家 台灣人要去加納呢 你要去取得簽證以前 要先到醫院 兩個禮拜前要去預約 要打24針預防針 才可以拿到那個簽證 意思是說 世界上 事實上 有很大部分的人 還是這樣子在生活的 每500萬到700萬人呢 死於跟水相關的疾病 其中受害最重的就是小朋友 事實上直接傳染病 在我們小時候都還有 現在已經絕機了 但是在跟各位講一個壞消息 這些傳染病呢 很悄悄的又被外籍信仰會帶進來 所以外籍信仰帶進來 我們有防疫的一個很大的漏洞 所以你們都剛剛這個 你們都提到 我在台北縣做了什麼什麼什麼 事實上我在台北縣做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外籍信仰找出來 協助他們學中文 協助他們融入這個社會 協助他們把我們的這個 防疫的漏洞給補起來 這個東西是沒有人在碰的 因為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我這個也是算自己的題外話了 這個台北縣 現在八分之一的小朋友的媽媽是外國人 到南部 縱南部是四分之一的小朋友的媽媽是外國人 你到澎湖是二分之一的小朋友的媽媽是外國人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你要是不想不能把這些人都帶起來的話 我們國家會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你可以看 其實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了大陸缺水 而且大陸的這個水的問題非常嚴重 但是我今天沒有時間跟各位談到那一塊 溫室效應你們都很清楚 溫室效應的結果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冰川會融化等等 最近大家在談一個議題 說是萬一西馬拉雅山的冰山 慢慢慢慢消失以後呢 影響到哪些國家 西藏叫亞魯障布江 到印度叫恒河 爛長江到中南半島叫湄公河 這個往北一點長江黃河 它會影響到幾乎溫南亞最主要的水源 所以這個東西呢 影響的層面就會非常的廣 過去120年來最熱的10年都在最近 都在最近 這是壞消息 至於很多人說氣候不會變態會再變回來 但是我們水利工程師呢 往前看100年往後看50年 我們就看到這10年就在最近 2003年的夏天是歐洲最熱的夏天 2003年的夏天 法國熱死了1萬5千人 那2003年的夏天就是 203年的Regular Summer 203年的每一年夏天 都會像2003年一樣 所以全球暖化壞消息不是全部增溫 我們最不希望它熱的地方 它溫度增加最高在哪裡 在南極跟北極 南極跟北極 有大量的冰融到海裡面去 除了海裡面上升以外 另外就是說 幾萬年來過去南北極是草原 所以幾萬年來它的早氣 被這些冰給蓋住了 所以當這個冰被溶掉以後呢 大量的早氣會到大氣裡面去 那就會把整個的這個溫度呢 整個氣溫的這個mechanism 全部搞亂掉 所以為什麼大家講 最近有個紀錄片叫2度C 正負2度C 為什麼2度C那麼重要 因為2度C就是一個 Critical Temperature 當2度C的時候呢 南北極的冰的融化 就會完全out of control 所以這是大家為什麼講2度C 2度C 2度C是這樣子來的 但是呢 歐洲的科學家基本上認為 It's too late 因為二氧化碳的半衰期70年 我們今天所做的任何努力 是70年後才會看到效果 所以二氧化碳還會影響我們地球的氣候呢 達到幾十年 到了幾十年不倒 那至於這個氣候的scenario 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不知道 完全看我們有沒有辦法regulate 我們對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大家也許 你們學弟弟的更要follow 2005年的青度一定書 我也不想考慮 沒有幾個同學 可以把青度一定書講清楚了 OK 青度一定書到2012年會有一個結算 就是到2012年告一個段落 到了205年到2012年中間呢 這個 它國家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 以開發國家 一個叫做開發中國家 那以開發國家要把二氧化碳 減到1990年的標準 開發中國家呢 並沒有減碳的義務 那世界三大二氧化碳排放國 美國 中國印度 美國不是簽約國 中國的印度是開發中國家 所以這些 這些國家都沒有減碳的義務 直到2012年 那我們非常寄望去年的 在可本哈根會議 但是顯然 去年可本哈根會議的 並沒有共識 那我們這個 中共的呼...